先前有一个脸书的粉丝专页Poly片文章提醒大家 还记得吗 过去赖清德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曾经帮一个性侵杀人嫌犯的家属 开一个记者会控诉警察执法过当 结果就因为这个文章的关系 这个粉专因为揭露了这件事情 结果赖伴就说要对他提告 没有想到才过了短短一个礼拜而已 12月19号调查通知书已经火速送达 这个脸书粉专已经收到通知书了 蓝莹也披露说原来这次出动来侦办的 竟然大有来头 过往的粉专如果被告 大多都是依照社委法来提告 可是这次出动的是调查局的行业调查处 行业调查处做什么的呢 是茶器毒品走失还有重大的诈欺 比县市调查站层级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竟然是以违反选霸法来传换粉专 但是要来说明是不是已经拉高了 整个茶水表的规格了吗 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开记者会说 打压言论自由又来了 好了行业调查处不是应该好好去查 气毒品走失和重大诈欺案吗 网友抛的不就是当年的一个报道而已吗 这算是重大的刑案吗 我们看到过去苏伟硕医师 他质疑莱猪被查办时 当时也是被用社委法来侦办 去警察局做个笔录 移送地检署就没事了 那么蓝莹也质疑说为什么这次要用涉嫌违反 总统选霸法来传唤一个脸书粉专的经营者呢 难道真的是已经拉高了茶水表的规格 要来恐吓老百姓吗 兵哥怎么看 跟大家讲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几年用社委法办了太多的人 结果超过九成多以上 根本就直接没有下文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起诉 人家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 因为人家也不过就准发个贴文 也没有说什么 那所以他们现在要把层级拉高 这样才会吓到你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而已 不然的话 这个行业调查处 他应该要办哪个案子你知道 那个案子他该办不去办 就是蔡英文的失焉案 这不是走私重大的这种诈欺 而且还是总统的专机 那你当年怎么不赶快去办 主动请示要调查 你敢吗 你没这个胆 那这一次我也老实讲 根本不干他的事 可是为什么由他调查 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一般的警察局 社委法实在是起不了作用 吓不到人 所以知道让他们出来吓吓人 因为一般民众你要知道 没有被告过的人 听到警察就已经很害怕 你看到调查局我想是什么 我是怎样 要被当匪谍吗 要当什么不知道 很害怕 所以就是故意吓人用 这个案子不会起诉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这个人不过是把当年的 一个新闻报道拿出来而已 而且这几天 这个粉专贴了之后 我们在好几台都一直在讲 他为什么不把我们一起告 对不对 再来说 如果你要告他 你应该连我们一起告 因为我们都在讨论过去的新闻 因为他知道告不了我们 他知道我们也不会怕 他也知道找这些什么 我管你什么行调处 你就算找国安局来 我也不会怕 所以他只好去吓唬那些 他认为大概是比较没有被告的人 你看他们最近做这种动作 做得越来越频繁 前两天年轻人最喜欢的网路平台 D卡不是被大局搜索 那几肥狗跳了 为什么要搞这件事情 D卡大部分里头就是 一些年轻人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的 那人家也不是完全不配合 是你基本上你要来搜索 你要有搜索票 你要相关什么 你要有相关的法令 相关法令的话 我就配合办理 结果你们不是故意找了一堆人说 我们现在就要来搜索 然后相关的东西又拿不出来 故意吓人而已 因为他们知道这几年 因为PTT本来是以前带风向一个地方 但是PTT现在这边 慢慢慢慢有老化的趋势 所以年轻人比较集中在D卡 所以他要赶快去影响D卡那边的状况 要压迫D卡配合 能够把一些不利于执政党 不利于民进党的言论 把它压制掉 把它delete掉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而已 也不是说真的要去抓谁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是我们台湾人比较好欺负 台湾人自己开了D卡 你们就敢这样做 其实不管诈骗也好 散布假消息也好 最多是哪里 Facebook 你可不敢去查查看 你带警察去搜一下Facebook给我看 Google Google在台湾有分公司 你怎么不去弄一下 YouTube 去试试看 是怎样 外国人看得比较大 你看到杨大人腿就软了 都不敢去弄吗 有懂你去弄弄看 那边到处都是小消息 Instagram 里头不是也是一堆吗 你们为什么不去搜 不敢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摆得很明显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刑事案件 也不是什么东西 这叫政治操作 而且我觉得是很笨的政治操作 所以我又经不起 我又怀疑 是不是又是我们邀老师致电 就要去告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他根本不告他 一日新闻结束 谁会记得这件事啊 但是你去告他反而把这件事情弄大 让大家记得对对对对 当年赖清德真的去帮这个性侵犯 去开过这样一个记者会 你是逼使大家强迫记忆 去帮你查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赖清德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这就是你赖清德做的啊 你做过了 你现在是怕人家想起来吗 所以这就是赖清德可怕的地方 那说真的我跟大家讲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幕僚建议他这样做 正常的幕僚就算你老板要这样做 你应该要劝阻他 你要向上管理啊 选战的时候做这种问题 是把事情闹大 结果他没有这样选择 也没有人去劝阻他 反而真的让赖班去提告 所以我唯一想象到可能性 因为以民进党打选战这么丰富 我只能认为 是不是又有内鬼在故意弄赖清德 赖清德真的要小心啊 赶快把内鬼抓出来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